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鱼的懒人做法 不用煎也不用炸,做法简单,营养又美味 首先我们来处理一下鱼 先把鱼漆剪下来,剪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要让刺扎到手 再把鱼漆洗一下 我们买回来的鱼表面滑溜溜的,黏糊糊的 用清水很难清洗干净 我们在鱼的表面撒上一些面粉 然后用手上这样来回搓一搓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能吸附鱼表面的粘液 因为这种粘液附着非常多的脏东西和细菌 我们给它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粉 然后把它放到盆里 粘液清洗干净之后,吃起来就不会有腥味了 然后在鱼身上打上像这样的花刀 再把它放到盆里备用 接下来调一个料汁 加入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提鲜 再加一小勺盐 一勺白糖 适量的胡椒粉 再加两勺料酒 搅拌均匀之后 再把料汁淋在鱼身上 然后再准备几根香葱 切成小段 再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片 再切成姜丝 切好之后和葱一起放到鱼身上 然后再给鱼做一个全身按摩 像这样来回来搓一搓 多按一会儿 这样鱼吃起来更加的入味 大概按两勺三分钟左右 然后放一旁 腌制三十分钟 腌制入味 趁这个时间 我们来准备一个洋葱 先对半切开 再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一旁会用 然后准备一个电焊锅 底部放上姜片 再把切好的洋葱 平铺到电焊锅底部 这时候我们的鱼已经煎好了 看一下已经非常的上色了 然后把它放到电盘锅里面 再把腌鱼的料汁也倒进来 然后放到电盘锅里 盖上盖子 打开煮饭功能 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哇 好香啊 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想办法把它取出来 然后把过来的汤汁再加进来 再撒点葱花在鱼身上 喜欢吃辣的可以再撒点小米椒 然后将上烧开的热油爆香 哇 这也太香了 色香味俱全 一道香蓬蓬的电盘锅焖鱼就做好了 鱼吃起来口感鲜香又入味 一点腥味也没有 我们吃的时候可以蘸着碗底的料汁 再配上一碗米饭 真的是太香了 我们平时可以多吃一些鱼肉 因为鱼肉的脂肪成分非常少 且营养非常的丰富 口感非常的细腻又鲜香 而且还不容易肥胖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